所以那個血根本就不是他的 受試者們 在嚴酷的機關考驗下存活下來的受試者 並不會得到自由 而是被軟禁在設施內 若沒有定時飲用萃取液 受試者們根本無法在外頭生存 這些遭到軟禁的受試者們 只要被認定為沒有利用價值 便會在海底下遭到秘密處決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這件事 但因為無法離開只能忍氣吞聲 而為了不被肅清 受試者們都極盡所能的展現自己的才能 連續也清楚這件事 但對管理者不利或企圖狹狸萃取一逃走 這些舉動很可能會傷害到家人 所以一直不敢輕舉妄動 然後結果呵呵 被刺穿的感覺很不好 28歲 和賽斯是姐弟關係 以及兩人曾是受試者 在突破機關後 因為能力突出而受到重用 在得知雙親和妖帝皆死亡後 決定向滾履者報仇 並開始招攬其餘成為受試者的同伴加入 雖然離去身為第一位宿主 體內並沒有妹魯 但當初所有存活的受試者都被要求注射一種 讓怪物將自己認為是同類的藥劑 以利於在海面下工作時不被怪物襲擊 所以他們才會沒有事喔 我想說奇怪他們都走過去為什麼怪物都不會攻擊他們 呵呵 這藥劑還蠻厲害的樣子 不過注射這種藥劑後 每隔一段時間必須服用萃取液 否則會像毒癮發作般萬般痛苦難耐 嗯...簡單來說是變相的給他們用毒品 讓他們在那邊遭遇危險 讓他們那個永遠被綁在那裡 原本在海面下工作時不會出手幫助受試者 但這次為了不讓最後一次觀察提早結束 所以才替離還注射未改良的色抗激生蟲藥 那個色是多餘的嗎? 呵呵呵 就後來死掉了 頭髮的顏色染出來原本的髮色是黑色 26歲性格狂妄 喜歡說些酷酷耍帥話 喜歡說些酷酷的話耍帥容易衝動 但離去是姐弟關係 自願接收離去身上的寄生蟲 成為第二宿主 並服下控制瑪魯的藥物 讓手臂長出像是刀刃般的紅色武器 根本就他媽原型兵器吧 呵呵呵 幹,根本完全就一樣了 本身運動細胞相當好 得到瑪魯的控制權後更如虎添翼 實質上她並不討厭被寄生追認師 在與離去一同突破機關時 多次以肉身替她擋下攻擊 當時的她抱持著只要能讓離去活著離開 自己犧牲也無所謂的心態 嗯,看得出來 把整張臉折折逼不得已 習慣後感覺還不錯 我還蠻好奇她的臉到底是怎樣 生12歲 服用了控制瑪魯的藥物 能夠讓背後長出六個觸手般的鮮紅爪子 曾經是接受藥物試驗的受試者之一 四年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接受了妻子體內的寄生蟲 成為第二宿主 喔她是有老婆的喔,去! 夫妻兩人突破各種機關共同成到最後 但妻子因為先前受傷失血過多 最後還是不自身亡留下她 妻子依然順受且具敏銳的觀察力 讓她在管理者心中建立起聽話又有能力的形象 臉部會被遮住的原因是因為兩個月前 接受控制瑪魯藥物人體實驗的緣故 雖然成功控制 但也使得臉部某些部位突變 不得不用口罩或目鏡遮掩 OK 然後這也是 喔 呵呵他們兩個 剛剛寄生蟲的副作用就讓我一個月瘦快五公斤 我可以要嗎? 呵呵呵 四五歲和信實城市鄰居關係 是那種熟了才會發現她很開朗的個性 從離去那裡聽到了光月生技誘人上道的手法 所以知道信實也是半推半就的情況下托她下水 但只要她堅持不妥協的話自己也不會受害 所以對信實還是有足多不滿 討厭和愛慕的心情混合在一起也讓她感到很頭痛 在金光場地時受到了梅露米暗中幫助 第一次是和信實分開行動的人造公園 地板裂開時梅露米拉住離環才梅史摔到下面 第二次則是離環發作時即時未雨萃取液 並且將昏迷的她帶去離去那裡救助 喔 我以後也會腳踏實地的工作鑽犬 你還是去死吧 呵呵 17歲休學中中學時和離環城市鄰居關係 天生怕黑在發現自己和離環的處境後 因為罪惡感讓她的性格上變得十分壓抑 雖然自己也想活著離開 但更擔心被她拖下水的離環 即使離環使用了抗激生蟲藥液型 拖離Maru的掌控 但副作用造成的死亡接力到有事成 而且會讓服用者免疫力大幅下降 容易受到病毒侵擾 也因為這個原因 信實的罪惡感反而更重啊 看活該去你了 結局條件看看 當時有沒有被賽斯喝到一道就是結局的關鍵 附傷的狀態下繼續聚齊 到最後便會進入另一個結局路線 看看可以在後期設施二樓自由活動時進行補救 滿血狀態時調查旁... 記錄扁旁邊熱輪而出發選項 而受傷... 狀態時中狼的再次而出發選項 所以現在有要被砍到就是另外一個結局分歧啊 穿了許多萃取液 呵 效果比較穿 可恨就穿了五點我的理想 我是八歲 海上設施的管理者 同時也是光月生技的負責人 關於臉上裝扮 皮膚是化妝弄出來 眼睛則是彩色隱形眼睛 本身並無任何裝長 因為找到了能實現願望的機會 所以下定決心花再多錢都要達成目的 即使會傷害到他人也無所謂 47歲那年意外獲得馬羅 從那天一開始 他便將由父親那繼承的光月生技 交給兒子與信賴的部下 自己也埋頭在夢想的世界中 呵 問吼 大媽晚上好 由於自己的財產 並不能一次性的砸在馬羅和寄生蟲的研究中 只能稍微支出一點使用 初期在資金上缺乏非常嚴重 之後透過各種管道 為了得到其他支助者的幫助 建立了海上設施與抗技生蟲藥試驗所 並且為了因應支助者的喜好 將原本的觀察場所改造成具有危險性的機關屋 異常崇拜自己所裝扮的那位角色 並試圖模仿該位角色的生活而買下玄海邊小屋 為了製造一個無法長大成人的助手 甚至替梅瑞米斯施打停止生長的藥物 但最後因受不了梅瑞米那不受控制的性格 放棄了這個念頭 難怪梅瑞米他會長不大 難怪會被打那個藥劑 也只是因為你單程的變態喜好嗎 麻辣劑 之後又改為利用製造人偶 雖然創造出女孩外型的人偶 但由於智慧不比人類 與無法說話這兩個致命缺點緣故 一樣打消計畫 你好廢喔 設施是以一座廢棄的專有平台改建而成 而抗技生存效試驗所則是建造於某個郊外的工業區 另一個蜘蛛的管理 因為對受試者們的觀察資料已經相當足夠 實際生存也並不是必要存在的輿論 於是資助者們共同達成協議 命令設施管理者實施爆破拆除 並且盡可能將與設施有關的人員一同處理掉 關於這座設施的事 知情者越少越好 而設施的管理者因為只顧整理重要資料 腦袋只想著上岸後成名的事 在其他工作的調配上都以隨便的態度 導致遊戲後半段在設施上曾出現各種混亂場面 原來是這個智障害的嗎 這智障自己雷自己耶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雷包 吳明德安安晚上好 真的很雷耶 你好配喔 原本可以完整的解除這些狀況 結果我就被你自己雷到 試驗所在設施爆破後 能致力於改良抗健身蟲一型的工作 此外也進行著其他和健身蟲相關的藥物研發 設施管理者死掉後 雖然無法再利用光月生計的名號引誘藥物試驗者上門 但其他方法還有很多 所以犧牲者還是不斷在增加當中 所以簡單的說 這個其實 以最後結果論來說根本沒有什麼幫助 呵呵西米露 要聽這招好的廢話嗎 好啊 聽你說 當初是和寄生蟲扯不上邊的 怪物也不是實體存在的生物 一直在做利用事件製造各種奇怪的研究 偶然發現 啪 啪 撲跑 這部漫畫 看來姐姐冒出了寄生蟲 寄生人吃人的想法 再生這款遊戲 呵呵 初期命名為馬魯蠱蟲 從中間有油電圖決定 呵呵呵 用什麼 潮潮的音域比較舒爽 他部分功能都是用事件實行的 有時候會出現一小茶室 幹 就是你那該死的 害我浪費好幾多子彈 浪費超多發子彈的 嘿又是我 光頭王又是你 光頭錯了嗎 哈哈哈哈 說明一下角色的創作理念 首先創造出沒什麼個性的男女主角 再搭上性格圖示的配角色群 不知道玩家有沒有感受到配角跟主角們的性格反差 是還蠻明顯的這部分 不過想著用到主角威能之外展開 發現性死越來越 呵呵呵 輕薄 並不是什麼樣強大敵人都讓主角擊倒 這樣關鍵的世界要讓主角在場參與 想製造角色間各個的重點感覺 此外關於管理者衝擊的對象 如同他裝備的外貌一樣 就是怪衣黑麥克 黑傑克 我真的很喜歡黑傑克 沒錄語言其實就平落可設定 呵呵 窗外好像什麼東西 有嗎 我剛剛沒看到欸 等一下我們看看 先看看其他的吧 原本是他的雙巾在使用 雙巾並不是氣他而去 而是和離去的父母一樣被帶到 試驗所施藥了 我不意外 呃 先等一下吧 先讓我看看其他東西吧 等一下 再再再再再來這邊告示 連續的計畫 因為平時設施的重要資料部分 欸 都分場 都非常分散的 收藏在各個廚藏室和其他房間吧 那個是分場嗎 應該想打非常吧 呵 那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 收集所有的資料 收集所有需要的資料 可以說是相當困難 那在設施即將引爆的這一天 會將要吸出的紙本資料匯集成 容易攜帶的資料本 其數據資料則存在 隨身點和記憶卡一同帶出 所以決定由中田負責拷貝數據資料 梅魯米負責紙本資料 兩人當天都收集所有該帶的東西 一樣也沒少 廁所 那這裡是信實的房間嗎 然後這是誰啊 你誰要你 爸爸真的丟下我一個人逃走了嗎 這是上一個Maru的寄生者 9歲 在不知其何的情況下 被接收了父親的犧牲蟲 父親逃走後 因為不會被怪物攻擊 所以一直在場地內徘徊 曾接受過梅魯米一次萃取醫的幫助 因為內心實在太過害怕 導致Maru反噬速度加快 死亡後失利成為花的養分 不要怪我 46歲 與妻子離婚後獨自扶養女兒 因為失業缺錢而參加藥物試驗打工 這都寄生後相當害怕 聽從光月生計工作人員的建議 將女兒帶往醫院以健康檢查的名義 進行了二次寄生 扣下女兒後自己被尖刺機關弄傷 後來又遇上狼型機械 而是一個承受鑰匙 哈哈哈 喜望 來吧 來看看 這個門後面到底有甚麼呢 前進 Go 噢 噢 噢 報警 男孩 人偶的瑪莉蓮 攻擊姿態的棕田 利用輪 哈哈 假設受傷的梅魯米 可是我記得他那時候腳是真的 這個...腫起來啊 人海戰術壓制人的三流警備 蛤?鋒利的紅色刀人一刀斬斷西瓜那有什麼屁用 加上靈魂的重量還能跑那麼快真厲害 然後這是... 胡宗老...人 請問你打通是A結局B結局呢? 我打通是哪一個結局啊?A結局還B結局啊? A嗎?你騙人?我怎麼知道? B 幹! 老夫喜歡城市孩子給你第三個結局 準備好進入第三個結局跟他交談什麼鬼 我明明只打通一個 變成花...這啥? 本作中體型最巨大的怪物由人類突變而成 會用物理攻擊外身體發熱分解出滾燙黑色光球攻擊敵人 因為...射屍...寶珀導致海水灌他巢穴 受到驚嚇他死命衝出海面 開始無差別攻擊 所以他是被受到驚嚇是不是 是由母體製造出的怪物 所以他不是人類變的 只有這個才是人類變的 露出頭的怪物由人類突變而成 唯一會從身體分解出怪物的突變種 若是身為母體他死而分解出的小怪物 會跟著死亡 呵呵 那這有什麼? 被狼行機械炸死的怪物 喜歡貼在壁爐邊 由人類突變而成 他是要帶地警衛犬 哪有警衛犬 瀑布會裝自爆裝置的那塊盆 找住手 這也是吧 然後人才仍會有攻擊性 其實還是加入攻擊的細胞系統 所以這兩個都是人類製造而成的 然後這個呢 其中一個結局時登場的夥伴 順帶一提 在信實存活的結局 一年後也會發生同樣 也同樣會發生入侵試驗所事件 信實也會加入該行動 有嗎? 難得有打擊打手的角色 馬力連等身比例型態 他的金主的金錢之主 顧用技師知道等身馬力連 所以這些是其他的吧 所以我如果 我有沒有躲過那一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 欸無名阿姨晚上好 我有沒有躲過那一刀 會影響到後續的故事劇情 不是 選 要不要給他要 才會 才會到 我以為是選 我以為是選 要不要給他要這件事 喔? 隨意嗎? 美魯片 美米片章喔? 馬力設施片章 先不要吧 我覺得我先 先存檔 然後 另外結局是被賽斯殺掉的 嚴格來說 去死吧 再見 剩一滴血 肥姿花去了 有啊來晚上好喔 不是最後一集處理的 其實重擊上次應該很嚴重 只有我外行的人都看得出來 中天你應該很清楚吧 要掛了嗎 怎麼會 之前的難關都撐過去了不是嗎 沒有啊 哪有撐過去 被他砍那一刀之後就死掉了 就快死了 怎麼可以在這結束 小心 哈哈哈哈 再見 最後小心還是逃不過死亡的命運 副傷的李旭小姐也在抵達岸邊之前就斷氣了 而套在我脖子上的圓環是李旭小姐給我服用的藥物 在梅露米垢之下才得知 其實是未經改良的靠寄生蟲 靠寄生蟲藥 接下來起了作用 Maru就像是無法忍受般從我的嘴裡鑽出 然後很快的就死亡了 我終於擺脫了這噁心的寄生蟲 不過隨次而來的副作業也讓我痛苦了好一段日子 這件事結束後 梅露米他們決定依照李旭小姐留下的 曾經接受過藥物試驗的人員名單 找出這些人並給予救助 能幫多少算多少 而我也回歸正常的校園生活 只是父母到現在都還聯繫不到 空虛 我的心像是被貫穿一個東西的 任何事都無法讓我感到開心 如果小姐沒對我做那種事的話 現在我應該是和爸爸媽媽過著快樂的日子 被害得那麼慘 會恨她也是正常的 但我卻沒有辦法把錯全推到小新身上 甚至不希望她從我身邊離開 這種情感連我自己都無法理解 之後從梅露米口中 聽到許多和花寄生蟲 設施有關的情報 也得知最近他們在計劃著 入侵抗寄生蟲要試驗所的事 目標是解救在試驗所被當作 試藥員的受害者還有大量萃取疫 很快的我便想痛了一件事 我真正該恨的並不是小新 也不是設施管理者 而是生產寄生蟲的母體 當初隨設施沉入海裡的未知花 馬羅 馬羅只會從如同花一般的稀有生物馬羅身上產出 而生物原本是鎖在設施管理者房間的壁櫃裡 但隨著設施爆破拆除後 馬羅也跟著陌入海中 梅露米說過 當初支柱設施的其中一位出資者 貌似將馬羅從海底打撈上岸帶走了 也就是說 只要我加入梅露米的計劃 總有一天也能親眼見到馬羅 我要親手 把這挑起一切適當的元凶 徹底摧毀 你辦得到嗎 一年齁 一定要挑一年 時間一到 我就會關閉試驗所內所有監視器和防盜裝置的電源 那時候必須要5分鐘內入侵到防盜裝置內側 要是動作太慢 等被用電一來 試驗所的警鈴就會大響喔 燒毀 所以他們要出發是不是 5分鐘很長一段時間 快點 就可以 Woah 了 快點 都好 快點 你 買